今天介绍慢的艺术 Slow, Simple Living for Authentic World 作者Brooke McCallery 是澳大利亚作家、播客主持人 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饱受产后抑郁的困扰后 她放慢生活节奏 远离物欲渗涡和攀比游戏 本书介绍了作者尝试慢生活的探索之旅 通过培养自我意识 舍弃闲置物品 学习专注生活 坚持自我价值观 留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花时间去观察和感受 来实现慢生活 慢生活第一步 清理杂物 在清理之前 要清晰而简明地定义 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列成一份清单 为慢生活提供参考 在清理的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是计划彻底清理杂乱 然而却难有进展 进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混乱 因而信心全无 满心沮丧 作者的建议是 不要想着一口吞下一头大象 而是一次咬一口 从一次清理一只手提包开始 下一次清理汽车前两排座椅 再下一次清理厨房的一个抽屉 把任务分解为一次一小份 发现坚持不懈和慢慢努力的好处 清理杂物会遇到许多障碍 一 恐惧 审视自己对未知 变老 失去身份认同的恐惧 认识到不再需要的物品 只会把自己困在原地 舍弃不再使用的颜料 书籍的漫画书 很久没碰的吉他 一时冲动买下的滑雪板 只有承认生活和自身的改变 果断放弃 才会用新的思考方式 探索尝试新事物 二 外部阻力 开始清理杂物时 可能会认为房间的杂乱 全是由于孩子或家人的东西太多 将别人的物品当作无法完成清理的借口 请先损失自己的内心 先把所有属于自己的杂物清理干净 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 忍住喋喋不休的虚导 用行动来影响他人 同时对家人的期待也要合理 要做出让步 不必强求完全相同的理解 三 内心阻碍 如果遇到原因不明的原地踏步 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初衷 想要达到的目标 激励自己继续前行 也可以进一步将任务拆解成更小的步骤 只将精力集中于面前的下一步 还可以暂停一下 读书散步 晒太阳喝茶 四 感伤情绪 如果放弃附带情绪的物品时感到困难 问自己下面三个问题 这件物品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件物品代表着怎样的情绪 我会把这件物品摆放出来吗 只要认真思索对这些物品难舍的原因 就能够做到放手 五 花掉的钱 经典的巨大障碍之一就是顾虑自己已经花掉的钱 这会让内心充满愧疚和负罪感 原谅自己 果断舍弃 身体和心灵会达到双重放松 六 以防万一 很多舍不得丢掉的东西 是因为觉得将来可能会用到 然而这只不过是拖延做决定的借口 认清自己真正计较的是什么 今后更严格的控制物品进入家中 妥善处理舍弃物品 路边回收站 慈善机构捐赠 网站售卖 修理再用 卖掉 送人 重复使用 回收利用 有机物堆匪 都是处理的方式 在清理的过程中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收拾的过程一定会有反复 需要重新调整 定期检查 第二 过不持有的生活 学着花心思筛选出生活中真正需求的物品 是打造和保持慢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们腾出的空间 被打折商品 冲动购物 试用装 垃圾邮件 聚会礼品 大量的旧衣服 一个旧购却有四个的物品 添得满满当当 防备新东西 偷偷溜进家中 要时刻保持警惕 慢生活不仅仅是清理杂物 同时要通过以下的方式保持不持有 共享 借用 租用 保养 修理 买二手 支持良心品牌等方式 获取所需物品 第三 通过正念过上内心充盈的生活 相对于内心充盈 大家更熟悉的是内心空虚的生活 浑浑噩噩的起床刷手机 一天之中各种忙碌 无法专注于一件事 思绪总是飘在别处 困倦的喝咖啡 吃垃圾甜食 晚上刷着手机昏沉的睡去 断断续续的睡眠后 醒来再把同一套程序重新上演一遍 而听上去高声玄妙的正念 仅仅是花时间去察觉简单的事物 天空的云卷云梳 风吹过的声音 白翔上的光线 雨后的气息 花朵绽放的力量 察觉自己的心跳 察觉语言的力量 在察觉这些之后 正念就不知不觉到来 通过内观 主动去觉察 觉察自己感觉到的 听到的 尝到的 闻到的 看到的 觉察所有的情绪和反应 无论身处何方 任何时刻都可以练习 比如在厨房烹饪时 超市排队时 搭乘地铁时 当然也可以通过做以下的事物来实现 比如深呼吸 做运动 散步 瑜伽 种植 听音乐等等 第四 远离网络 重建人际关系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许多矛盾的产物 人们看似融入 却无比孤立 看似得到更多 却越加不满足 因此 我们必须带着意愿使用科技产品 妥善利用它 用它将生活变得更好 然后把它放下 去做些别的事情 吃饭时不看电子产品 设定上床前和起床后的步骤 不看电子产品 限定每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关闭消息提醒功能 删除多余的手机应用程序 第五 构筑让自己放松自在的心灵小屋 善待自己 才能成就别人 通过良好睡眠 积极的自我暗示 保持感恩之心 时常阅读 运动 旅行 为自己的灵魂搭建出 凉爽宁静的林间小屋 才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 第六 保持相对的平衡 在不同的事情上 分配不同的分量 不必每天都面面俱到 每时每刻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允许自己不完美 在慢生活的道路上 固态不蒙或走错退步 都是极为正常的 察觉以下方面的变化 包括内观 锻炼 饮食 睡眠 及时进行调整 如果束手无策时 坐深呼吸 将节奏放慢 我们无法做到完美的慢生活 做不到彻底避免 不堪重负的时刻 真正重要的是 坚守真诚的自我 和每一点不完美的尝试 每一次舍弃的物品 每一次深呼吸 每一次释放的善意 每一个积极的决定 都会帮我们一步步实现 真正想要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